雪兰儿万达镇陪财二校两名家长 因为投诉校方一系列教务缺失而刚上家教协会领导层 导致家教协会号召其他家长联署 上述教育总监引起连串风波 可是家协主席洛展峰星期四已经否认通过表决这封联署信函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让率先爆出这起事件的家协财政谢秀云成为千夫所指 谢女士星期五接受炮新闻访问 直言所说的都是事实所以义无反顾 而且里面有十多位理事包括家长跟教室理事都听到的 所以我这边不惧怕即使是被辱骂了 谢秀云表示其实早在家协会议上 她和其他几位家长已经表态不支持这份联署信 既然家协不接纳她的意见 她唯有选择揭发这起事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下来 tin知道其实已经整个周平和